来看到校园一题 大学学策将在明年的1月25、26两天登场 距离大考剩下不到一个月 周明高中就举办了试诗活动 让各班的班导用姓名拼出宛如神柱 考运昌龙等吉祥话 再有校长敲锣极器替学生加持 希望让学生都能够如愿拼进理想大学 学生们拿着一张张人像照 上面写着聚精会神、凯旋、儿规等字样 原来这是由高三各班导师 用老师姓名拼出吉祥话 接着贴成九宫格 代表拼出希望祝福学生考试顺利 举办这样的学策祈福活动 就是希望集结所有老师 跟学校大家共同的心愿 透过一些仪式性的活动 让学生的印象深刻 那最主要是增强学生 参加考试的一个信心跟毅力跟决心 由校长敲响罗 带着准备挑战学策的335名高三生 进行试试活动 并送给考生已经败过文昌公庙的金榜提名笔带 考生们仿佛吃下定心丸 紧张心情缓和不少 本来对学策是没有什么信心 因为也不是很缺缺晓得自己要干嘛 但是校长敲完钟之后觉得 好像打离记定心针一样 对未来觉得就算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情 也是可以继续购下去 学策加油 就是看到大家都很有信心的 应付这些考试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也冲 就是看到他们 然后激励我也跟着充满有信心 对 我希望我可以有好的结果 另外也有班级学生特地写下祈福卡 希望考进理想学校 距离大学学策剩下不到一个月 透过适时活动要让学生集气 在最后关头冲出好成绩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大家